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继续有Anno会解答家庭观众的问题 亦都呼吁各位现出家庭观众 如果你有股票问题 欢迎你致电电话二线2804-6566 或者电邮给我们ask-dschannel.com 欢迎你的股票问题 有安劳会解答你们的问题 首先和各位观众跟进一下最新的市况 A股方面上证指数升60点 步参1667点 深证城指升160点 步12781点 护心300升75点 步参1839点 行指方面22443点 升432点 国企指数10218点 升240点 大市成交284亿 继续和Ano谈谈一些地产股 自第四季起 陆续有些劝商都看淡本港的楼市走势 其中德银上星期的研究报告 预期美国加息0.25厘 或者会拖累本港楼价跌33% 这个跌幅都挺大 其实都超过三成 是不是都会太悲观 看看美国加息 究竟对本港楼市有什么影响 现阶段市场的看法 分期都非常大的 特别说 有些人会看回说 你说加息 预料第一方面 开始加息的时候加0.25厘 但是当然最关键的 就是说加息的步伐 会不会很快 比如说好像月底的时候 12月底的时候 12月中的时候 开始加息0.25厘 下年年头再加0.25厘 如果加相对比较快 息率很快回复回到1厘 这些水平 如果短期来说加1厘 那麽多 我相信对楼市来说 怎样都会有负面的影响 但是当然楼价有多大的调整 除了会看息率之外 都要看本港的经济状况 始终现阶段 楼市上升 息率低是其中一个因素 但另一方面 留意化 始终就业情况是良好 人工资金的上升速度 都算是快的 这些因素 都是有利于楼价方面的表现 所以如果加息的周期 仍然是快的 但是本港的经济 仍然相对比较强 那实际上楼价 会不会有个好心的调整 我觉得未必 但是这些位置 始终说 本港的经济 是不是真的长期保持强势 开始进行加息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整体现象 就业状况 我觉得是会有相互负面因素 始终说 现阶段经济状况上 就受惠低息政策 很多人借钱做生意 相对比较容易 但是一旦开始 加息的情况 接下来融资成本上升 令到整体现了 可能做生意相对比较难了 多了人去找工的情况下 不去投资做生意 定时失业率会不会上升 其实都会有相关的风险 所以我都相信 一旦真的突入加息期 本港的楼价 就的确会有条件 做个深一点的调整 但是调整多少 现阶段言之常做 我觉得这些位置判断 或者估计楼价 调整多少是没什么意思的 但是始终现阶段 有个明确的讯息 一旦真的大约加息期 楼价是会调整的 所以我都相信 短期后市来说 无论是收租股也好 或者是地产股也好 我觉得后市来说 暂时来说 跑输大肆的机会 就会相对比较高一点 好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 这个板块最新的造价 再和大家细谈 各劝商的看法 长实地产升超过百分之1 暴53.4 行基地产升百分之1 暴47.95 新龙基地产升超过百分之1 暴98.1 新世界发展升百分之2 暴8.07 信和置业升百分之2 暴11.64 刚才德银的看法 其实就比较是最悲观 当中 那么多个劝商当中 看得最乐观有花旗 对比市场一致 预期楼市会下跌 起码是百分之5 至百分之20 预期明年的升 但花旗就预期明年的升市 是正面的惊喜 对本港发展商未来的销售 以及楼盘的售价 恢复维持正面的看法 当中其实有五个原因 他就认为楼市的供应仍然短缺 未来三年 每年的楼市供应只有3.6万火 较4.8万火的需求是低的 第二就是未来土地的供应仍然未明确 第三就是自2011年起 投机者和投资者的活跃程度都比较低 市场的疲弱下沽受的压力相对下减少了 第四就是稳固的就业市场 并且有人工家都对楼市起了一个正面的作用 最后就是未来两年维持实际负利率 花旗就倾向看好拥有大型土储 以及可以推售新盘的股份 首选是新地 你对于花旗的看法又怎样看呢 花旗看得比较正面的 因为你预料楼价可能只是调整5-20% 最悲观的情况 都只是调整两成 但相比起这几年来说楼价的升幅 单单这三四年来说 很多地区的楼价都升了三四成以上 所以调整多两成 其实幅度真的不算多 其实他们的报告也有提到 都有几个讨论 最主要第一方面 失业率仍然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但之前提及过 加息开始的时候 或者加息期连临的时候 失业率是否真的长期处于低水平 这方面真的有保留在 另一方面 其实特别说这些零售物业 或者现阶段零售市场转价 这方面都会影响失业率各方面的表演 如果失业率回升的话 这方面对楼价来说 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经常说到楼市方面 最主要都是供不应求 其实特别说到需求方面 如果达育加息期 楼价真的开始有调整势透 当楼价不是长升长有的时候 需求是否真的那么强 这方面大家要留意 特别对于这些物业市场 特别在这些住宅需求上 当楼价长升长有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 买楼是比租楼价值得 因为可以受惠资产增值那方面 但当楼价开始注意调整的时候 楼价明明有个下降的势头 再加上 息率就算加了也是一厘左右 可能公楼的利息开支也是三厘左右 但未来楼价都有机会 仍然调整多一成以上 到时候 那些人是不是真的那么热心去买楼 或者需求是否这么大 这方面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如果未来看到楼价的调整势头 是越来越明显的话 我相信需求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到时候如果需求下降 到时候真的会不会再继续 长期出现一个公不应求的情况 这方面有个保留在 所以其实未来 楼价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风险在 所以你说调整多少 都没人知道的 很多时候都要看回到实际的经济状况 或者需求关系在 所以这些位置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仍然比较审实 我建议投资者最好 补回一个观望的态度为主 明白 看到Arnold对于地产股的看法是比较淡 另外再和您看一些收租股 同一份报告里面 花旗也认为 结构性疲弱将会中线防外高端零售收租股的表现 未来供应增加加上经济增长放盘 都会影响租金的升幅 但是偏远地区的零售收租股物业 就会成为行业的亮点 为什么呢 看回收租股 特别说一些偏远地区 可能始终说股值相对比较低 未来实际上零售市场方缓 特别说现阶段 最主要一些核心一线地方 好像黄金山嘴、旺角等等的地方 零售市场转弱都是受累 中国自由行消费力度减弱 这些相关的因素在 如果说一些偏远地区 可能本身都是受惠 经济本身都是向好 零售市场相对比较稳健 所以租金收入方面都可能仍有上升 但是对于一众的收租股来说 始终说一线的零售店铺 或者写字楼等等 那个贡献是相对比较大的 所以就算偏远地区的零售店铺 能够保持着一个稳定的增长也好 能不能够抵消一线地方的租金放缓 或者租金收入下跌等等的风险 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所以其实如果两者相比相来 收租股的看法 我自己看得是相对更加之谈的 如果是这样 是不是都不建议投资者去部署这两个板块 当然了 之前都说到这两个板块 无论是收租股也好 或者是地产发展商也好 始终在12月底 现阶段看到加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两者一旦进行加息上来 我都觉得是没什么运行的 现阶段都说到 12月底联储局加息的机会率 都能66%以上 从过往历史的经验上来看 只要加息的机会率 达到50%以上 其实加息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大了 所以一旦进行加息 正如之前所说的 整个物业市场会有很大的变化在 所以暂时来说 我觉得投资者 对于这个板块上 最好都是保持一个观望态度为主 好啊 那两个板块的想投资 这两个板块的投资者 都是审慎少少比较好 再跟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市况 恒指报22431点 升420点 国企指数1028点 升222点 大市成交是307亿 上证指数升54点 深圳城指升138点 沪深300升68点 这期时间差不多 先跟阿龙做新报 刚才提及我的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你有没有持有 都没有持有 好啊 我们先休息一会